一个人投得好的话 那么就是一不当关 往蔡明洪再投 打击出去 二蕾手接到之后 伤给二蕾 好球 虽然杀一个 但是及时的 把奔向二蕾的实景 光杀在二蕾之前 这个我们的二蕾手 我们看这个精彩的慢动作 二蕾手扑到面 翻个身之后 几乎很难接到的球 这个球如果没接到的话 一定是失掉了一分 至少一分 因为从二蕾跑到三蕾的跑者 已经早就搭上三蕾蕾包了 还要这个球赶快挡住 而且还能够把对方 这一球攻上 所以两人出去跟一人出去 情况之下 跑者在三蕾 这个就有很大的不同 那么彼此球员都会 互相的交换心得 该如何打 打击出去 二蕾手接到就传给二蕾 传给一蕾 传给一蕾 传一蕾 双杀 漂亮的双杀 中华队今天演出了一次 漂亮的双杀 但是 让日本队在五局上半得到一分 目前日本队是以一比零 暂时领先中华队 我们看看这个精彩的慢动作之后 再传给一蕾 把打击的内藤亚人封杀在一蕾之前 一比零 日本队领先 林朝皇 面对着南渊 打击出去 二蕾手接到 漂亮的二蕾 传给一蕾 传给二蕾 Double Play 漂亮的双杀 漂亮极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精彩的慢动作 这个动作漂亮极了 我们二蕾手飞升接到这个球之后 然后再传给二蕾 把已经离蕾的竹力修 射杀在二蕾之前 我们再看一下 希望能够看到这个精彩的慢动作 看慢动作 挥棒之后 中华队的二蕾手飞升 接到这个球之后 倒了一个球 倒在地上 然后传给二蕾 把竹力修封杀在二蕾之前 漂亮的手背 造成了日本队在七局上半没有得分 目前四比一 中华队领先